以前我不知道 哥哥跟我講的 就說 這是阿昭不是媽媽 媽媽在外面 然後不在我們身邊 不希望我快點長大了 快點去賺錢 然後阿昭就不會很累 我就想開一個大房子 然後家人都有很多人 爸爸媽媽回家的時候 可以叫他們一起住 阿昭 今天這個蝸牛 可以回去吃 要找到了 阿昭我以前都叫他媽媽 在什麼 在家 以前我不知道 哥哥跟我講的 就說 這是阿昭不是媽媽 媽媽在外面 然後不在我們身邊 今天八點 在我那邊拿什麼 這個一塊這個都算不錯 才二十塊喔 嗯 阿昭說 這裡沒有錢沒有要買 我就說沒關係啊 可以不用那個 吃了很好的東西 也得吃就好了 阿昭會叫我們去剪木頭 剪完的時候 就是煮燒水 洗澡 煮飯 就是那個沙水的罐子 就可以起不少 煮菜 煮飯的時候 先把這個瓦斯開起來 然後再這個熱菜 然後才能抓湯 生病我就會很擔心了 我那個小朋友 等那個瓦斯開起來 沒有吃藥也不行 每個月 我帶去醫院 癌藥 阿昭我幫你採燒水喔 好 其實我不想讓阿昭那個 那個很累 然後一直照顧我們 他生病 然後我們要照顧自己 身體煮飯 我自己會健康 媽媽就下次 沒有吃完 來 再快一點 好 他們兩兄弟有來參加我們的愛接棒 打球可以消耗他們一些體力 減換他們一些過動的症狀 也可以在學校吃飯 在學校我們也照顧得到 可是我比較擔心他的阿昭 就是年紀已經很大了 阿昭沒有了 不知道他們兩兄弟怎麼辦 我希望我們客廳長長 然後客廳去賺錢 然後阿昭就不會很累 我就想開一個大房子 然後家人都會有很多人 爸爸媽媽回來的時候 可以叫他們一起住 所以我跟你們一起住 睡的地方 然後生活是阿昭 跟你們一起睡 然後 這樣穿衣服的時候 在那邊穿 好 接著 今天 слож會 我吃 嗯 我看 我看